當然你急升完過後 留意著就是昨天的高位 剛剛碰到接近150天的平均線 這條線也很神奇 幾次都湊巧 今年2月 今年的6月 和剛剛昨天的位置 其實都是起碼這位置 接著是休息的 當然上兩次不幸地之後急隊 但是這次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出現 我覺得這次是有機會在打後的時候可以突破的 因爲始終港股和之前兩次已經有不同了 因爲上一次2月碰的時候 2萬4 6月碰的時候多少 2萬1 其實你説現在來說 就算你説衝這麼多 都還是1萬8千多 但是當然我覺得 短暫調整一下是健康的 亦都是正常 所以如果你說防守位置 你已經想上一條100天線 但是大位就1萬8 所以我覺得下個星期初的時間 就是支撐位置 去回18000至18300附近 但是後續我覺得 都還有機會是打後慢慢再次做好的 因爲始終我們見到 看著兩個要點就是 美元轉弱或者人民幣轉强 這兩個其實令到大家的信心就高了 所以我覺得後續再試下一條150天線 再試19300附近這位置 我覺得在下個星期其實有機 當然下一步應該就看著近兩萬點 這大的關口就知道了 我們會再試試一下 這樣就知道了 然後再試一次